三位杭州 不过这年都叫我Max 可能这个模式大家比较熟悉 这个皮皮做的比较简陋一点 不能跟前院三位主席 三位主席后选 先做一下所介绍吧 我是07年过来,现在在ECE 然后我以前在大学里面是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 主要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那个 艺术中心技术部做个部长 艺术中心主要是负责学校内 各种大型文艺晚会 各种文艺活动的那个 组织和策划举办之类的 然后过来以后我就被团长拉到 那个CSV里来了 然后主要负责是 那个新生工作吧 新生工作当中主要负责给新生找房子的工作 然后08、09那两年新生的 就是房子都是主要我和 那个与我们合作的locator叫Sam 一起去跟那个 他manager进行negotiate之类的 然后今年的新生工作 找房子的事情 我依然在负责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我这里PPT上写的主要是我 其实我个人的一些圆景吧 因为我现在竞选的是外联和经济 我觉得这个是最 这个副主席是最贴近我个人竞选 这个一些圆景和想法的美国 我的竞选当中主要分为内部发展 外部发展和海外发展 现在CSV的发展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 而且我们呢随着我们网络平台的不断的完善 那个越来越多的学生投入到我们CSV的工作 或者那个活动当中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 BPS上比较热门的板块都是生活类的板块 比如说饮食啊旅游啊之类的 这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website 还有就是各种俱乐部之类的 导致我们的website 就像一个比较被动的平台一样 等着人过来参与 那作为外联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更加主动的去reach out to people 那哪些people是我们是要reach out的呢 这是我写的游梯的生态环境 一个新生从他录取到游梯念书毕业 那游梯的人员主要有这种三种 一个就是在座的学生 另外他的家属我 然后等他毕业了他就变成alumna了 就是这三种人 那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下 每年新生过来 从横向的角度说 每年我们都有一个新生QQ群 所以从横向的角度来说 每一届的新生他们之间是比较熟悉的 这是一个community 然后 新生没来之前 在那个QQ群里面大家会打的很火热 但是一旦来了以后QQ群就冷 那接下来大家都目放到一个 另外一个横向的 横向的一个区域 就是他们的居住的社区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给新生联络的很大部分新生 基本上一半的新生都会出到一个地方 比如说LL 比如说Fundure RealSite那个区域 那怎样做好联络好这样的华人 就很大一部分华人生活的community 也是我们一个外联络工作方向 那纵向的来说 每一个新生过来 他另外一个活动的那个social network 就是他的department 每个新生过来以后 他所见到的更多的人 其实除了跟他住在一块的人 就是他department里面的人 可能每一个系的人 每一个系和系之间的学生 他们之间的connection会比较多 这又是一个network 那另外一个network 其实就是 另外一个纵向的network 就是校友会 像我现在是交代校友会的一个vice president 主要负责联络 就是在UT干活 UT再读的一些交代学生 那其实校友会 它里面有很多人 每一届过来 每个学校都会有那么几个人 人多了 我们就组成一个校友会 大家一起搞的活动 那这又是一个social的network 很多很多学生就会到那边去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 纵向和横向的network 我们希望能够reach out to 更多的people 那至于具体怎么做呢 从 我还没完呢 就时间从横向的来说 QQ群我们已经做得很好 每天新生过来 大家都会打得很火热 那接下来move on到一个 那个空间上 就是居住的community 我觉得 现在riverside的community 已经比较成熟了 船长在那边 一忽悠就很适 一忽悠 就是一招回就是一大帮人 我觉得riverside的 那个chinese community 已经 就是developing very quickly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brownstone brownstone就是 以劳威德为 为领导的一个group 那边呢 那边一个缺点就是 因为他只有一个社区 所以 他能够居住的人有钱 然后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far west community far west 一个是比较大的一个air 现在中国人 不管学生 还有那个工作人员 都在 不断涌进了far west 所以 这一个 social living community 我觉得也是可以 去建设一下的 那 纵向来说 我觉得 我们可以在每个院系 设计一个liaison 这样的话 因为很多新生 他们问 问的问题都是很多department related problems 作为我们 几个老生坐在里面 四个老生 三个ece的 我们只能回答ece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 我们其实都不熟 那每一个院系 我们如果设计一个liaison的话 它可以更 我们 我们不一定要选 我们不一定要 OK 我们不一定要 不知道哪儿呢 我们可以找那些 不一定是它的ece正常编制的 我们可以找一些 那个department 比较活动 比较活跃的人 把他拉过来 做他department的liaison 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更知道 每一个学院 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校友会 像何谷是青岗校友会 我是青岗校友会 北大校友会 还有科大校友会 之类各个校友会 我们也可以请一些 链跃藏过来 就regularly参与到 我们那个ece的活动当中 ece的会 会当中 然后 下一个下一个 能不能再带你来 然后作为外国发展来说 我们需要更加更多的参与到 这个ut的整个建设当中 怎么建设呢 一个 还是学院的建设 学学院方 学院相关的 这个laison laison的工作可以 不光是负责中国学生的 他也可以更多参与到 这个学院的 学院的就是 多和那个小蜜打打交道 多和小蜜聊聊天 多和那些老板们聊聊天 多知道一些整个系里面 哪个老板有方令啊 哪个老板干了什么事情啊 GSA 我觉得这个laison也可以这么做 然后 所谓GSA就是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 我知道我女朋友现在 她是经济学院 两个representative之一 她每两周要开一次会 她们 这个vote是要vote 整个学校范围 那如果这个学院的 我们这个学院 安插的laison 能够自己参与到 学院的活动当中是的话 那我们就更大的 能够更多的 参与到 就是整个学校的 建设当中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I.O.那边 I.O.那边 我们可以都派一些志愿者 其实不光是I.O. 学校各种活动 我们都可以 volunteer的形式 穿这件UT的衣服 那个牛头 然后我们去做volunteer 这也是给UT 最很很很好的一个广告 其他的 我们可以一会儿去讨论 然后再问一下 所谓台湾发展 我就稍微提一下 其实我 我刚来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勇往 就是能够和 能够和台湾同学 多交流一下 对啊 是海湾嘛 对吧 如果能够和那个TSA 或者TESA之类的组织 能够合办一些 中秋晚会 或者新年晚会 毕竟我们是同组同众 一个文化全 如果能够和他们 多搞一些这种活动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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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